地方法院通常给人一种严肃跟沉重的感觉 但启用不久的新竹地方法院 不仅环境优美 宽敞的空间更多了不同的用途 最近就邀请了30位小朋友来体验一日律师 实际了解律师们的生活 我想透过这次的体验影 能够让小朋友写一点日常生活的法律知识 那希望大家对于法律这个尝试有一个基础 也希望以后我们变成一个进入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法治国家 在我们新竹县在整个社会治安方面 我们是非常的要求的非常的严格 因为我们是热灵遗迹是一个科技的一个重镇 所以我相信就法律面的问题 能够从小朋友从小开始来各方面给他体验 30位小朋友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 其中更不乏家人曾经遭受委屈被告的 小朋友们对于未来可能懵懂 但也对律师这个职业充满好奇 因为我算是我干爹 他是就是他就被一个 算是一个很 他的朋友然后被他冤告 所以我想要当律师 就是可以帮其他也是被冤狱的人 由县长亲自帮小朋友穿上律师袍 法院院长跟地检署主任检察官 也亲手送上书籍 期望开启小朋友们的法律官 透过一整天的时间看见最真实的律师 开阔新竹陈洛怡红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